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出生台湾影圈的小鸟黄曼 黄曼的从影历程由童年延伸至老年 尽管独当一面的机会不多 但仍是港台国语片圈曝光率颇高的知名演员 回顾黄曼20至30几岁的黄金时期 外形条件颇佳 演技也受肯定的他 位列中影三顶甲 却始终无缘 要居宝岛首席 主要的原因在于 总有更出色的女星抢占凹头 从最美丽的动物张仲文 牛大嫂暮红 到台湾第一美人宜光 前铺后继吸住媒体观众目光 相行之下 黄曼虽也有赴港发展的机会 亦不时被业界人士夸赞未来可期 却从未掀起外来和尚的追捧旋风 面对自己总是快起飞 而未能真正起飞的幸运 黄曼开头几年 也曾有与人一针长短的志向 努力充实自我 争取不同戏路的角色 只是随着年岁建长与养家活口的责任 便选择将事业中心转向幕后配音 所幸字数有性影的黄曼仍不时硬邀返回幕前 哪怕戏份不多 已足以令他兴奋得不得了 对戏剧的喜爱 一如他受访时的字数 演戏我从来不选角色的 随便是哪一类型 从青春少女到银娃荡妇 从悲剧到喜剧 只要给我角色我都喜欢演 黄曼本名黄曼曼 祖籍湖南 曾于汉口就读中学 父亲为出身保定军官学校的高届军官 母亲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员 1948年 14岁的黄曼于上海以童心之姿 参演焦红英黄河主演 以黎原生活为背景的文艺片《美艳亲王》 又参与白光王豪主演的《乱世的女性》 隔年与亲人迁居来台 本位中国电影制片厂 简称中智的基本演员 后因中智改组而加盟中影的前身 农业教育电影公司 简称农教 于卢碧云主演的反共爱国片《噩梦初醒》 担任第二女主角 黄曼的戏录由儿童转为少女 并由此受到瞩目 持续迈入1950年代 黄曼成为台湾公营片场 十分倚重的演员 多位一线女星吴金红戴以霞 张仲文慕红配戏 参与电影包括《永不分离》 《美丽宝岛》 《军中芳草》 《奇路》 《碧海同舟》 《观山行》 《锦绣前程》 《归来》等 黄曼在片中多扮演天真烂漫的少女 凭自然生动的演技广受好评 期间黄曼经历结婚生死的人生转变 戏录由少女转为少妇 地位虽然蓄于张仲文慕红等 中影一线女星 但多能担任双主角中 戏份略青的第二女主角 演出作品有 《风流冤家》 《永结童心》 《艳福齐天》 《王先生与小陈》 《春仇》 《仪式一家》等 1960年 黄曼主演《龙凤佩爱与罪》等 舞台剧颇获好评 其中 《龙凤佩》改编自美国剧作家 桑顿·怀尔德 于1955年出版的名作《金玉元》 演员编剧间导演古君将该剧在地化 黄曼饰演一位单身 有手腕的咖啡店女老板 展现她轻松诙谐的喜剧长才 1961年12月 27岁的黄曼随 艳福齐天赴菲律宾登台 在飞国演出数月后 直接自马尼拉转往香港 1962年5月 黄曼与少氏签订五年基本演员合约 为《黛玉经》 比照新人标准 一年间 黄曼曾与李立华住院李汉祥指导的文艺片 一毛钱担任配角 而后拍摄的喜剧歌舞片《出谷黄英》又因故终止 目前发展不顺 黄曼决定转入幕后配音 每月收入约2000至3000港币 足维持她与女儿黄晓曼的日常所需 与此同时 黄曼也经常参与力的呼声电视剧 不时客串演出粤语片 1970年代 黄曼偶有拍戏通告 角色以中老年妇人为主 曾与珍珍·邓光荣主演《琼瑶原著李行》指导的 采云飞客串演出男主角母亲 此外黄曼也在同样是琼瑶原著李行导演的文艺片《浪花》 饰演世故事例的妻子 与成熟稳重的丈夫柯俊雄 以及她洒脱爽朗的外遇对象李湘形成鲜明对比 可贵的是 尽管出场机会不多 黄曼却将原本会让观众讨厌的角色演得蕴含人味 让观众理解她所作所为背后的原因 之后黄曼陆续参演《走不完的路》 《秋连》《大地勇士》《寝城之恋》等 晚年定居香港 2017年过世享受83岁 黄曼于1950年代中与作家萧桐结婚 两人育有一女 习于1959年离异 女儿黄曼由黄曼照顾 黄曼随母赴港后 也为影剧圈网罗 以童心身份参演《邵氏出品》的《艳阳天》 《珊珊追魂彪》 以及国泰出品的《水上人家》《春暖人间》等 懂得做人进取心强 由少女系录改为少妇 这是她聪明的地方 黄曼的演技已趋炉火澄清地步 她好学及不时的努力 未来成就当可预捕 1950年代末 逐渐淡出影坛的《传奇女星白光》 对黄曼的评论劲包无贬 其实两人早在十年前 就曾合作拍摄《乱世的女性》 当时还是天真少女的黄曼 专演已成演技成熟的少妇 对于戏剧 她始终保持滋滋不倦的学习态度 拍片之外的闲瞎时间 也多用于看电影和阅读小说 谈到这些日常的准备功夫 黄曼不会演 看电影不论好坏我都要看 她对我一半是娱乐 一半是上课 读小说不但能增进文学知识 最重要的还是与电影有关 由于投入影谈时年龄尚轻 导致黄曼最初几年 经常扮演志气未脱的黄毛丫头 人缘颇佳的她 也被影圈同仁亲切换作妖媚 只是小村姑女学生一类 比儿童大一点的少女角色也多了 便难逃遭定型的命运 随着年龄与她相差无几的 张仲文慕红窜起 稳居主角 相对资深的黄曼反倒失去新鲜感 致使她面临记者笔下 不能出人头地 只能做绿叶而不能成牡丹的居次命运 尽管与主角低位 始终隔着一道玻璃天花板 黄曼却凭着亲切有礼的处事态度 获得新闻界与电影圈内人士的赏识 报章媒体经常可见黄曼的大篇幅报道之余 一位未剧名的导演 更在看过张仲文黄曼黄宗逊 唐金主演的《风流冤家》的视片后 对她大为赞赏 一般人以为张仲文演得好 其实张仲文的戏事平平 观众看她的戏 完全是看她的外形和性感 我的观感是戏中第二女主角 黄曼的演技有优良的表现 话虽如此 张仲文在港一飞冲天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风流冤家》在港热映 黄曼也心情猛龙过疆的念头 1958年 黄曼与中影同事张仲文 黄宗逊唐金 皆硬邀赴港拍片 相较忙碌于片场的另外三人 黄曼的电影却迟迟未见开拍 或许为了增加曝光度 又或许有意改换戏路 她常是一较浪漫性感的造型式人 未料此举却引来家乡圈内人的善意劝戒 记者直白写道 香港是个色情狂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影迷都迷于大胆尽头 张仲文能够红遍香港 就是这种自然的趋势所致 既然拖不得 黄曼该如何闯出名堂 圈内人建议她不要和张仲文争长短 而是继续酷练功夫 又说配角虽然戏份不多 但每部电影都可安插 巨沙成塔 收入人十分可观 言下之意是 既然外在条件有限制 不如放弃主角梦 踏踏实实 稳扎稳打才是良策 黄曼在港颇受欢迎 也有多间片商表达合作意愿 世母至孝的她 还特地于1958年7月上旬 邀请母亲带外孙女来港旅游 尽管演艺事业四有发展 黄曼却于同年10月19日 协同母亲女儿搭击返台 原因除了与中影上有合约带旅行 香港生活成本高 居住大不易 以及芯片商在筹备中开进日期未定等理由 还有一个私人因素 就是不愿与丈夫萧桐分离太久 黄曼与萧桐于1950年代中结婚 萧桐原名申建中 当时为台湾知名编剧和报社影剧版编辑 黄曼主演的电影《王先生与小陈》 就是出自丈夫手笔 黄曼与萧桐皆在影剧界服务 原本夫妻关系颇佳 却于1959年7月骤然签字离婚 经双方协议 女儿由黄曼抚养 萧桐则需付赡养费 对于分手的结局 黄曼显得十分悲伤 知悉内情的导演宗游直言 离婚是误会造成的 此前曾有小道消息指黄曼与黄宗迅关系暧昧 虽然这时是子虚乌有 却对萧桐心理造成影响 随着信任崩解 婚姻便难以延续 后话是 萧桐有才气脾气也不小 尤其在国共对立的政治氛围下 如此直来直往的个性更显吃亏 她在1960年代初 影响看求圣容的京剧 以及思念亲人偷渡赴港 就此无法回台 之后 萧桐在港写文维生 1955年 因火灾遭严重烧伤时 黄曼与女儿小曼也赶赴照料 并为她办理后事 故事回到黄曼刚离婚不久 事业浮沉婚姻触交的她 经济一度山穷水尽 以债养债外 还将两只派克金笔送入当铺应急 祸不担心的是 邀请她拍摄春仇的制片廖先生 不断对黄曼发出神经发言式追求 也就是今日所谓的情绪勒索 一下子闹自杀 一下子称黄母不答应她与黄曼结婚 就要同归于尽 已经软囊羞涩的黄曼 为此惶惶终日 坎坎坷坷中 只有女儿小曼是她最大的安慰 1961年 黄曼先赴菲律宾随便登台 途经香港时 又获得邵氏一纸合约 终于脾气泰来 经过年余努力 黄曼在九龙科士店购入房屋 再将母亲女儿接往香港定居 此时的黄曼虽年龄不大 却难在后浪滔滔的香港影坛突破重围 她选择投入配音行业 赚取稳定的薪资 几年过去 黄曼在配音圈遗述游刃有余 但内心仍难忘演戏老本行 个性爽朗的她 半开玩笑形容配音间 是一个暗无天日 令人气闷的狭小天地 最忙碌的时候 一天只有三小时的睡眠时间 黄曼认为工作辛苦倒不是问题 最难受的是积息难改的忌呀 看到好戏时 巴不得这段戏是我演的 看到一些演员的演技硬邦邦时 又巴不得把他们从荧幕上揪下来 自己跑上去顶替 黄曼为台湾1950年代国语影坛 颇富名气的演员 尽管常未居女二 不若张仲文那般声名远播 却是相当稳妥的存在 配戏而不抢戏的表现 是红花亦是绿叶 在人才积极的影坛 黄曼不靠积极争抢 而是凭实力说话 给观众留下演技精湛的正面印象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